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欢迎大家一起来收看 中立教会所录制的《美日新眼光》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范围是在 雅各的第四章十二到第十五节 经文这样说 我的爱人,我的新娘 你是一座关闭的花园 墙园围着,封锁着泉源 园中果木茂盛 有石榴的果园,有佳美的果实 有凤鲜花,纳达树 有番红花,朴苍肉桂 有各样乳香木 墨药,橙香和一切高贵的香料 你是园中的水果 是滔滔不绝的流水 是从黎巴嫩山涌流下来的溪水 在这几节当中 新郎描述他所爱的新娘 是这么样的细腻 十二节说 你是关闭的花园 指的是没有对外来开放 很少人知道 如果女子像是关闭的花园 有围墙保护着 水泉都封闭起来 那表示说 这个新娘,人就是一个处女 还没有接触过男人 十三到十五节描述 这关闭的花园里面的景观 是多么样的丰富色彩 有非常珍贵的树木跟花朵 如此的丰富 可见这个花园是表示 这个女子是这样的美丽 而这个美丽不只是指外在的 而是指它里面有一个泉源 我们要知道圣经当中 常常用泉源或者是河流 表示一个人的生命的一个丰盛 或者是国家的昌盛 细水所流过的地方 是充满的生物 生意盎然 两边的树木都长得非常的清脆 世人在这里描述的这女子 她充满着许许多多 内在美的这个成分 因此她可以散发出这个香味出来 我们常讲一个人可以打扮得很漂亮 看起来感觉很好 但是不一定会有内在美的 这种滋味散发出来 我们常常会形容一个人 打扮得过度的艳丽 但是并不一定吸引人 所以世人在表达是一个内在美的气质 我们要注意 这个花园所栽种的是这个男人 是新郎 也就是说上帝在我们这些人身上 花了非常多的心思栽种 盼望我们都能够结出许许多多的果子 那么正如约翰福音第15章来讲 每一个基督徒他都有内在的生命 而这生命不是外在的 必须是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圈员连结在一起 这样我们就可以生发出非常丰盛的圈员出来 上帝就是葡萄园的圆族 以色列百姓就是葡萄园里面的葡萄树 在以赛亚先知里面有曾经这样描述说 听我为我所亲爱的唱一首歌 一首关于我所爱和他葡萄园的歌 在肥沃的小山上 我所爱的开辟了一个葡萄园 他挖泥土清除石头 他种植品质优良的葡萄 他造了一座高塔作为瞭望台 他挖了一个踩踏葡萄的池子 他期待葡萄的成熟不料 一颗葡萄又酸又涩 以赛亚先知在这里描述着 上帝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 他多么样的用心 这个经文当中可以见得 第一个事情就是真实的爱 使生命获得生存的力量 雅各的世人在描述说 花园当中有圈言 这代表的这个圈言本身 有生命的来源 我们离开了主耶稣基督 离开了上帝 我们根本不能够 结出好的果子出来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 我们每一天都需要 吸取上帝的话语 而神的话语会让我们生命当中 生长 秀向花园里面 许许多多丰富的水果 花朵 让人羡慕 第二个让我们分享的是 经文当中的主人描述新娘 是这么样的透彻 我们在诗篇的亚各书里面 会看见 形容说 我所亲爱的 你的头发像一群三羊 又说你的牙齿如心茧的毛 你的嘴唇像一条 深红色的丝带 甚至形容说 你的双乳 好像一对羚羊 像孪生的小乳 在百合花中吃草 我会发现说 主人描述 他所喜爱的新娘 用的词 是这么样的生动 可见他认识这个新娘 非常的透彻 那么上帝也是如此 认识我们每一个人 他不但是创造我们 他也了解我们的心事意念 因此 我们就如同诗人向上帝祷告说 上主啊 你洞察我 你认识我 我的一举一动 你都知道 从遥远的地方 你就晓得我的心事意念 我工作或者是休息 你都看见 你知道我的所作所为 我还没有开口 你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 你在我前后左右环绕着我 你用的能力 护辟着我 你对我认识高深莫测 不是我所能够理解的 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都知道上帝如此认识我们 那我们还能够逃躲他 躲到什么地方去吗 我们只有做一件事情 把我们的颂赞归给我们的主 把我们的爱情归给他 因为他最明白我们 每一天与他请述 谢谢主 你这样爱我 让我这一生来服侍你 愿上帝的爱充满 我们每一位所爱的弟兄姐妹的身上 阿们